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想好情人节去哪里吃饭了 穿什么衣服都想好了 我就想个妆特别一点 但那天就要上班 那怎算好呢 我想到了 一于就这样 上班当然用palette再帮到手 再画一条浪漫线就搞定了 下班补装又快又方便 今天我的眼妆就用palette去化 里面我选了这个珍珠白色 那我就会用刷子 非常之简单 轻轻地就化在眼皮那里 这个妆内眼线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我本身的眼影很淡 所以画一条浪眼线就会精神一点 画内眼线其实有几样东西非常之重要的 首先第一样东西就一定要画在 睫毛和睫毛的中间 就不要画在睫毛上 另外第二样东西就是 画眼线的时候 但是眼线笔要碰着眼线的位置 是左右左右推开 千万不要一下一下 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画在睫毛上 就会融化了 很容易会 另外第三样东西就是 画眼线的时候 眼线笔要由下向上这样画 这次我就会选了这个Face Palette 我就会用白色这个部分 但它就会带有少许粉红色 除了可以有定妆的效果之外 其实它涂上的感觉都会红柔一点 我就会用今年大热的珊瑚红色的唇膏 那我的上工装就完成了 轮到补妆了 我照样都会用这个Palette 去画我的眼妆 我就会选了红铜色和红色 去画我今次的眼妆 首先这个红铜色 我会塗在眼线至眼窝这个位置 然后我会再用这个红色 塗在双眼皮的位置 然后记得要画下眼线的位置 下眼线我都会同样用红铜色 就画在下眼线这里 但就不用整条画了 画到眼珠 即眼角到眼珠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胭脂我就会用之前用过的Face Palette 不过我就会重点用粉红色这个位置 这样就轻轻大圈地掃在苹果肌上